先來看到這個國防部3月2號 直接有公佈了 爭獲大陸軍機9架次 其中呢進入西南空域的有4架次 另外呢有發佈一個 大陸的空飄氣球的動態 有8枚氣球逾越了台海中線 主要是集中在台灣的 西北跟北部的空域 距離基隆最遠是113海里 最近是40海里 另外呢國防部也有說 2月29號的時候說 有19架次的共機 其中逾越台海中線進入 北部西南跟東部空域的有12架次 那張將軍之前 在我們節目當中就有特別提到 共機現在距離淡水只有23海里 就是說飛機只要1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台灣的領空 非常的近 我們其他的圖要請張將軍 好好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回在3月2號所說的 大陸的這個戰機 軍機9架次 3架逾越中線 那大部分呢都是很靠近 這個基隆的部分 你怎麼樣看 他這個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自重點在 在這個北邊 北台灣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是最近的 你看這個台灣跟大陸 是個像個喇叭口 越南部的時候越遠 然後這個地方是最近 最近的話 而且這個地方又是正軍中樞 你不管是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新竹是我們講科學園區 對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重點 是在北台灣 那北台灣的話 距離又最近 又是正軍中樞 是不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樣經常在這個北邊 來這邊做一個重量的 我們講到包含這個空權上的展示 海權展 海權也是一樣 包含北 中 南 東都有軍艦 這是我們剛剛我們看這個圖 只是看到空中的動態了 因為這個是個防空識別區的空中動態 那在這個地方換句話說 是不是有空權的伸張 慢慢壓近 上一次的時候不是都距離基隆很近嗎 43海裡嗎 越來越近 這個是為什麼要基隆 我認為要用淡水 淡水更近 你用基隆 你感覺基隆 基隆不是畫在這邊 基隆應該這個地方 因為基隆是個港口 靠這個東邊的地方 應該用淡水 感覺感覺要更近 感覺會更有壓迫感 所以他感覺要舒緩一下 不要畫那麼近 你畫那麼近的話 感覺到這個外商的投資一看 就好像目前的軍事上的 這種壓力蠻大的 那是不是有一點點考慮 那你會不會影響股市 都會 因為這個東西 有時候是牽引法動全身 那他現在是重點在北台灣 那北台灣除了飛機之外 也包括有人機 也包括無人機 無人機也可以用 這裡面有無人機 因為中共的無人機的 這種機型非常的多 翼龍或者是BZK系列 還有這個我們講雙尾鞋等等 非常多還包括無針器等等 都會在招商應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叫做有人機 跟無人機在這個地方 那以後變成常態 在這邊活動之後 久了之後 可能人民都會慢慢習慣了 慢慢習慣共濟在 我們的空域活動 也慢慢習慣 共建在我們周邊的海域活動 慢慢接受它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中共在這一方面營造它 這個主權 空權 海權這一部分 在這個地方 有了這個方面的空權跟海權 以後是不是就過來執法 海警船是不是可以過來 它的漁陣船是不是可以過來 它的海監船是不是可以過來 然後同樣的 它的以後海上民兵 可以在北部海域做操演 你就會習慣它 那習慣它之後 就變成主權 就會被中共慢慢的 切香腸拿去了 那就剩下治權 中共現在將來的 放遠未來的 它整個態勢很清楚 主權逐漸收割 跟邦交國一樣逐漸收割 然後治權保留給你 是這個樣 所以很清楚 你看它軍事動作就知道了 工具很多 架次增加 距離靠近 所以就你的觀察 現在就是架次不斷的增加 距離也不斷的靠近 靠近了嘛 距離越來越近嘛 以前的時候感覺到 如果它有一次的話 遇到海峽中線 我們好緊張喔 現在不會 哪一天不遇到海峽中線 我們也慢慢接受了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到 有進攻之鳥 感覺到我們這個 有破口了 要注意了 久了你也習慣了 那久了習慣了之後 有沒有木麻土層的效應 會不會這樣子 我們看了木麻放在那邊 放那麼久 十八達跟雅典看了 看了放那麼久 久了就習慣了 到最後完畢之後 它撤退著把它拖進來 一拖進來就木麻土層劑 很清楚的 那我們會不會習慣 溫水煮青蛙 中共也跟切香腸是 越切越近 然後剝洋蔥的方式 然後也慢慢剝進來 那換句話 它不要一下子打正 它逐步打正 可以做的新聞的效果 輿論的效果 還有台灣在心理上 接受的效果 主權慢慢收割的效果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那有人講說 那金門為什麼一口氣拿下 結果一拿下的話 你看感覺到 那變成了短多長空 你短多一下拿下來了 感覺短的 你很沾沾之急 輕鬆摧何欲舉 輕而易舉 不會吹飛之力把金門拿下來了 但是你是短多 但場面你會被人 是不是有國際的效應 是不是台灣內部反彈的效應 不要慢慢來 慢慢做新聞 慢慢做這些心理戰 慢慢做輿論戰的題材 素材 把這些素材留住 很重要 同樣的它也創造這個素材 輿論戰跟心理戰的素材 我們先不要講法律戰 先創造這些素材 創造出來之後 造成它的這個效益慢慢產生 我們的心理 民眾的心理 是慢慢接受了 現在不過來還蠻奇怪的 去年的話 20123年 1700多加持 前年也是1700多加持 每一年都是1000 2000加持 一年才365年 你看多少 而且就在海峽中線 以東靠近台灣這邊 那以西還更多了 你是不是更多 那將來的中共 用這些方面的工具多了 因為包含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不會有人員的傷損 所以無人機的 將來的所佔的這種比重 比例 會比無人機 會比有人機慢慢增加 慢慢拉上來 張將軍所以你認同 這個國防部長邱國鎮 他說假如陸方不承認 有海峽中線的話 等於將來就是沒有緩衝於地了 對於這個地區的壓力 也會越來越大 對 你會慢慢的 你沒有戰略 戰略疫情時間 跟戰略疫情的空間 一定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應變 我們緊急起飛的飛機 最快也要六分鐘 你看它現在距離 這邊很清楚 在基隆西北只有四十海里 這個是空飄氣球 對 空飄氣球 空飄氣球已經很近了 所以它這個是 多重多元交箱運用的 多種工具 對 多重工具 那各種工具的話 它這樣的話成本最低 本小效高 然後它現在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最重要是我們的心防慢慢 被鬆懈 鬆懈 這鬆懈 這個兵法上講一講 功薪為上 中共在心裡戰 因為你逐漸接受它 認同它了 它在收割主權 主權 空權是主權 海權也是主權 包括執法權也是主權 航權 我們上次講的這個 M503貼的海峽中線 也是航權 也是主權之一 又是航權 因為我們不是 國際民航組織的會員國 我們不是 我們在法律戰上 我們沒有辦法參與 沒有這個平台 換句話是慢慢收割主權 然後製權留給你 所以泰斯很清楚 尤其從斷交國 九個斷交國 一下來將近50%斷交了 收割 到時候 全世界幾乎沒有國家 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沒有國際人格 因為你沒有邦交國 所有國家都不承認你 你只是個地方 只是個區域 變成這樣子 所以中共在收割主權這一方面 它是有劫次 它是循序漸進 它有工具 多元的工具 然後都在做使用 然後創造它最大的效益 心理善的效益都有 好 非常謝謝張將軍 幫我們做這個補充 另外接下來呢 我要先請立將軍 再來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包含這個共機 還有包含這個空飄氣球 它都是鎖定在基隆這個部分 因為這第一個 你看看它這個空飄氣球 它大概從西邊往東邊飄 對 為什麼從西邊往東飄 它算得很精準 因為現在台灣的季節 大概從每年從10月到隔年 到今年的從去年的10月 到今年5月 我們低層吹的是東北季風 可是高層吹的是西北風 所以說是從西邊往東邊吹 它算得很準 它就是針對你基隆來的 所以你看它漂的距離 漂的位置都在基隆這邊 那因為我們北部 就像張將軍剛剛所講的 其實我們很多的這種防空武器 還有基隆軍港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種指揮所 這個飛彈陣地 甚至於我們臺北總統府 都在北部地區 所以在台北也有很好的 我們前一陣子看到 說是紅色海灘幹嘛 所以它重點一定是在北部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補充說明了 這個話大家不要以為 邱國昇為什麼講說中線很重要 這個可能大家以為說 中線在那邊嘛 你知道如果就我們陸軍來講的話 那叫什麼 叫射手就位 對不對 左線預備 右線預備 開保險 開始射擊 這是它射擊線的 不是衝鋒發起線 中線啦 你知道 是射擊射手的位置就位了 然後我們臺灣是靶子 就是因為它的飛彈 這個大概 它射程都在我們 它射程之內 大概一百海 它不管是反輻射飛彈 或空對地飛彈 或者是說各種飛彈 它就在那邊就可以直接 直接攻擊 它只要扳機一樣 就直接攻擊你 各個重要場所 就是猝不及防 根本來不及你 根本來不及應變 因為直接就瀕臨沉下了 你根本沒有緩衝 一定要緩衝 為什麼南北韓38路線 就是各兩公里 四公里的寬度 要有個緩衝區 它現在瀕臨沉下 你的緩衝被壓縮了 問題在這個地方 會造成國軍更大的壓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越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還有 Grifel 逞勞煙 大家好 I'm I'm Food feel good Eye I'm I'm I'm